大家好,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咱们谈一下解放军军演之后岛内发生的情况 咱们先说战场的情况 解放军的历舰2024A演习刚刚开始的第一天 台岛实际是紧张的 紧张到什么程度呢 它暴露了自己的弱点 据说当时有一张卫星图 显然说它多个秘密的暗机的反舰导弹基地 因为这个紧张是暴露了 这就是台湾 它其实没有作战能力 这一看就非常业余 解放军军演展现出是岛内 岛链内外的一体联动 联合打击 包括要预战控能力 这是官方说 这个实际让岛内的台军 乱了分寸 就是它把雄风2和雄风3 这个机动式的反舰导弹给弄了 就是它要视墙 它把这个导弹弄了 结果你一离开这个发射真地 或者离开你的这个基地 就把你藏身地点漏出来了 我们要的就是这个 看到了吗 结果你真的是把这东西全交出来了 长期隐蔽的秘密的发射真地 之前是不知道的 你不动当然不知道 结果你全都暴露了 全部被我方当时就定位了 而且是据说 是在北部有宜兰县郊区一个小港口 叫乌石港 这个地方发现了 这个发射真地还是非常隐蔽的 就并不在海峡的对面 它也不在台北 是在台湾的背后 那个面向太平洋的方向 估计在台湾 东部的海域 我方舰艇 它要攻击的是这个方向 从规模看 这支暗机的反舰导弹部队很有特点 首先它是完全分散化部署的 你看我们的战果 它分散部署 你说你瞎动什么 那个东西 说每一个反舰导弹分队 只有两辆巡风2导弹发射 像不像乌克兰 乌克兰也是 乌克兰的导弹 野战防空部队就是两辆 唯一编组 是跟美国人学的 美国人给它指 还有一辆卫星通信车 还有一辆指挥车 说车辆其实根本没用军标 还有迷彩 是伪装成了民用的箱式卡车 作战的时候 通过其他的侦察平台获取数据 就他的雷达不开机 然后突然发射反舰导弹 进行反击 说这个位置非常隐蔽 不在军事基地 是在石原港附近的一叫 凯渡广场 一个过道 居民区里边 和很多民用车辆混杂在一起 是逃避卫星侦察 说广场附近有一个五星级酒店 一家三星级酒店 导弹发射车就在酒店停车场 这个是跟乌军学的一摸一样 大概率平时导弹发射车 卫星通信车 就藏在酒店地下停车场 然后呢 暂时就拉出来 就引停车场为发射基地 这个咱们说 这次它是乱了分寸了 它实际把自己的隐藏地点 全暴露了 一旦开始战斗的话 这些反进导弹发射车 就会立刻冲出地下停车场 然后进入地面 然后发射 如果遭到反击 可能就第一时间逃回地下停车 就是未来啊 这些酒店 这些大酒店的停车场 可能就是咱们未来要关注的点 在这个台中清水区海洋馆附近的街道 发现两辆雄风2反箭导弹发射 你看 我觉得这就是乱动 什么要蠢呢 蠢就是乱动 这个两辆雄风3反箭导弹发射 还有卫星通信车 指挥车 全都部署了伪装网 包括整个真地隐藏在海洋馆附近 其道 就是还是在民 这个居民区 另外呢 还有台南的屏东 墾丁公园 发现四辆雄风反箭导弹发射 两辆雄风2反箭导弹发射 两辆雄风4 雄风3反箭导弹发射 还有配套之一 就是现在卫星图啊 这只是民用卫星发现的 你可以像军用卫星能发现多少 现在发射阵地的位置呢 就在肯定公园内部的厅上 你看又是厅上 估计平时隐藏位置呢 也是就在附近的地下厅上 发射阵地应该是在不太远 打完就跑嘛 赶紧加地下 所以我觉得啊 这个解放军需要什么呢 需要派人到现场去 就是台湾哪些这个 我觉得哪些城市的这个地下厅厂足够大 能停这种车 我们全都要标上 包括它的这个户外啊 厅上 我们都要标 我们现在的岛内特工 已经行动起来了 去调查一下 从这个面对美国订购的这个400枚的 陆基鱼叉反箭导弹 射程在220公里啊 你可以想想 这些威胁还是比较大的 还有巡风2反箭导弹应该有200枚 巡风3啊 有200枚 就是他们是分组 然后呢 分散是 现在只是发现这部分 那么意味着这200多啊 你可以想想 是不是分散在台湾各个大小的停车场 至少900多反箭导弹 因为这个巡风3的一直是在生产 所以数量还会更多啊 这就是最直接威胁 所以我们为了要打掉所有停车场啊 900多啊 你可以按规律说呢 其实算一下就20到30辆的导弹发射嘛 900多枚 那就是20到30辆的导弹发射 大概是15个战斗分队吧 你看20到30辆车啊 两辆车一组嘛 对吧 就是10到15个战斗分队 10到15个停车场 找10到15个停车场 台湾啊 那这些发射地呢 就是应该是 主力发射地 那我觉得它应该有备用发射地 所以也说有40到60个啊 这种地下停车场和这个地面停车场配合 它有备用发射地啊 一到两个 咱们就要两个算 那这些导弹发射就是我们未来要打击的目标 实际美军在红海 在也门这个红海啊 美军错了大约50多部的胡塞武装的火箭发射架 美军是怎么打呢 实际是用全球鹰24小时监视 一旦可疑地眼发射了发现了这个车辆 然后立刻通过数据链啊 传给美军的FA18 然后立刻发射啊 这个区域防区外的制导制导弹药 我觉得起码也差不多啊 就是无人机第一时间对这个区域24小时跟肩 专门打啊 所以这次行动实际是有益的 可能就让自己台军动起来了 那我就 你看你你总共这些地下停止场 包括地上停止场也数量是有限的吧 那我现在能够确认的这几个地点位 对吧 我都打上岔 会来攻击的 所以你肯定是要转移真地了 那转移真地是吧 我现在实际每一次演习都会让你暴露你的真地 咱们就排出法 那下一步你剩下的也不多了 你能藏的地方也不多了 剩下的你新建 你可能新建了 这些大型的侦察无人机 面对着某个区域24小时侦察 就是有专门啊 有一批这个打击反舰导弹发射车的这个 咱们部队啊 这个应该是在执行24小时待命啊 我们的空中巡航啊 实际就是带弹的啊 24小时可以待命的 随时可以出无机 实施打击 那全面的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无人机配电子压制 包括电磁压制的这个歼16D 还有数以万计的无人机 对吧 我们数以万计的无人机 从各个基地起飞 就针对他这个100多个啊 咱们咱们说这个60多个吧 60多个加上备用的 像现在60多个真地 导弹发射真地啊 我们的满打满算 100多算是吧 所以雄风导弹的车啊 这应该是这个 我觉得没有太多机会啊 就是随着脚弹军下一次B计划再来 再把你一部分啊 这个隐藏的这个点位给筛查出来 你还怎么藏 那地下停车场是有限的 对吧 地上地下的联动的是有限的 对吧 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是我为而不打啊 你现在每一次都得把他拉出来给台湾人啊 咱们说这个展示一下 那我为而不打 后续呢 你越来越少的这种真地了 可以想你还能坚持几次 这暴露一个啊 我就跨上标记一个嘛 下次你再全报 台湾岛没有多少啊 真正没有多少这种地下能停的啊 他现挖坑呢 现挖坑也来不及啊 所以咱们注意啊 解放军实际利用这种军演 是一变现的获得了啊 很多重要的情报 这只是一个导弹发射的一个情报 啊我们这个无人机24小时在台岛侦察啊 可能收获啊 远远超过咱们现在讲的这些啊